相信我们很多人都看过我国的阅兵仪式 在仪式上 我们国家的新式武器一样又一样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目不暇接 随着我国海陆空三军陆续接受检约 我们祖国的强大直观的展示在我们面前 在这期间 我们能够看见不少的解放军战士 比值得站在两旁接受全国人民的检约 其惊奇神可以说非常棒 但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 最为吸引我们目光的无疑还是走在最前列的三军仪仗队 仪仗队的士兵们不仅拥有着挺拔的身姿 还拥有着整齐划一的身高 更为重要的是三军仪仗队中还有着女兵方阵 事实上我们国家从抗日战争开始就招受了不少的女兵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 女兵们不仅要做后勤保障工作 还有很多的女兵会上到抗日战场的第一线 和日本侵略者们展开激烈的斗争 这也说明了女兵在我们新中国的解放军中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国的仪仗队中出现女兵的时间还是比较晚了 原来我国早起并没有大免级招收女兵 二来即便是招收了女兵 也大都在后勤工作 如果让他们参加到仪仗队中 肯定是不能显示出我国解放军的精神面貌的 不过随着我国的女兵慢慢地进入了一线作战部队之后 仪仗队中就开始有了女兵出现了 直到今天仪仗队中已经有了专门的女兵方阵 当然假如女兵仪仗队的条件也是非常严格的 作为我国三军的代表 对于加入仪仗队中的女兵们自然有着不低的形象要求 首先就是身高要求 作为仪仗队 在身高上不能够参资不齐 因此所有的女兵身高都要求在1.76则 不能相差太多 既不能矮 也不能高 此前就有过已经入选一仗队的女兵 本来就身高是符合要求的 但是奈何年龄不大 在加入一仗队之后还在继续生长 身高超过了要求 无奈之下只得推出一仗队了 同时这些女兵们都必须用一定的才艺 或者直接就是同一体特长生 这些女兵因为未接外貌绝佳 不少人都觉得我们国家的女兵颜值能排全球第一 除了本身的体型要求之外 一仗队的女兵们还需要进行长时间的严格训练 以此保证自身在一仗队动作的一致性 我们看见的一仗队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 都是拥有着整齐划一的动作 可以说整个一仗队就像是一部高精度运转的机器一样 几乎不差分毫 这都是一仗队队员们辛苦训练换来的 一仗队的女兵们不仅仅代表着其本身的形象 更代表着国家的形象 因此她们如此辛苦的训练也是为了国家争光 是为国家付出了青春和热血 值得我们所有人的尊敬